而游锡坤的车队扫街卸票行程也在4号这一天来到了瑞芳 平双溪还有供辽等地天气是非常的冷 而游锡坤还是一路上受到支持民众们的鼓励和热情回应 让他感到相当的温暖 民进党新北市长候选人游锡坤败选后 为答谢选民支持游锡坤和竞选团队 一连安排4天的车队扫街卸票行程 在4号当天是来到瑞芳平双溪供辽东北角地区 即使天气冷嗖嗖 但游锡坤一路上还是感受到民众热情的支持 今天我们来到东北角 早上走到供辽平双溪 那现在要走瑞芳 那我们非常感谢 这一次在东北角所开的票数都非常的好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今天刚好是冷气团报道 东北角地区只有13度的低温 站在站车上少接谢票 游锡坤说真的是有寒风刺骨的感觉 不过一路上获得不少民众的热情回应 让他觉得很温暖 很赞 那你刚才特地拿了什么给他 雨 为什么 下雨啊 那你有没有觉得这么冷他还出来 对啊 很辛苦啊 13度 不但13度风很大 那又下雨 那个雨打在脸上都会痛 有点像台风一样 不过 虽然天气寒冷我们还是感受到这个显民的热情 大家有的放鞭炮有的走出来跟我们加油 我们还是非常感激大家 游锡坤虽然这次以两万多票落败 但是选后人际不减反身 受到不少年轻族群的喜爱 对此游锡坤除了感谢还是感谢 介成为瑞芳采访报道